安正月撒娇在甜吻冬天超放闪情节 让剧迷也跟着充满粉红泡泡 疗愈韩剧机制的一生生活第二季回归 台湾跟韩国同步播出 不但暂些高收视 还与韩国服饰品牌合作推周边商品 四款造型T恤包括有绿地医院logo版 还有五只熊熊的乐团版 乐器和位置都神还原 另外以手术服衣袍为设计概念的睡衣 左胸前也有绿地医院logo 口袋放置原资笔再带上识别证 瞬间就像真的绿地医院员工 米色的环保袋也吸引许多人抢购 超航韩剧首推联名商品又都是生活实用 也让因为疫情沉寂多时的 艺人商品代购业终于在先热潮 然后去这些网站买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实名认证你才可以买 那你就是要有韩国的居留证 或者是韩国的身份证 购买完了以后你还有韩国的账户 你要转账 那重点是他们只能寄国内 除了人气韩剧 防弹商店团已在于速食业者推出第二弹联名商品 以单曲BUTTER作为主视觉 看起来快要融化的奶油 在服饰 帽子 袜子 配件等通通看得到 就算居家也能穿印花税库与拖鞋 还有成员们亲手绘制的卡通人物 巧妙运用BTS的logo当眼睛 红色番茄酱当嘴巴 组合成薯桃先生汉堡人等等 开卖不到半天 许多商品都已经销售一空 不过近来货运行游资降价 台币和韩币的汇率也比较好 对粉丝或代购也算是小确幸